兔子打完看劇情有何改變 這個會跟 會跟人有關聯性嗎 打得完嗎我現在非常懷疑我自己有沒有辦法打完呢 這都是個問題你看他 過關條件這麼的雞巴 天啊 又不是加藤蔭又不會連打那麼快 你看他又說了 嘎這個最難 這個要怎麼辦 哇肉死掉 這遊戲最困難的可怕就是這隻該死的兔子 超難的還不給你難度選擇 而且用滑鼠也沒有比較快啊 啊 靠這怎樣 你別按到了 再說 哇 哇 哇 Holy crap 我贏了 哈哈哈 幹這隻三小 好過了 我的故事 如為何召喚我 我的聲音回蕩在沉重的空氣中 幫幫我 小女孩一邊發抖著一邊哭著說 又是一個渴望救贖的迷思靈魂 我心想 說出你的請求我希望他消失他的聲音更加讚懂 誰 老師他弄痛了我 我叫他停下來但他還是 憤怒 我看見憤怒的他的 紅眼睛中 無願意付出多少代價我同情他但老規矩不可破 代價但我什麼都沒有 他哭得更大聲 親愛的 我真的討厭那些老規矩永遠都能付出你的靈魂 我接受了他的委託 這是在講什麼看不懂 是兔子掛掉了然後 有個女孩跟兔子做交易 讓這個兔子復活是不是 就這樣子而已喔 沒了 這跟結局沒有任何關聯性啊 我看見你了 我看見你了